一锤又一锤 最近加拿大连续发现大量原住民儿童遗骸和无名坟墓 令人震惊 但这揭开的可能只是加拿大种族主义问题的冰山一角 你提到的印第安人法 是几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原住民苦难史的见证 根据该法1894年修订版的规定 7至16岁的原住民儿童 必须在所谓寄宿学校 接受带引号的义务教育 剪去长发 禁止自己的语言 禁止奉行自己的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 加拿大政府强制将至少15万名原住民儿童 送入所谓寄宿学校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指出 加拿大政府的目的 是为殖民者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和资源 并对他们实施文化种族灭绝 印第安人法 还剥夺了加拿大原住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该法规定 加拿大政府有权以修建铁路 电网和公路等公共设施为由 在未经原住民同意 也不提供补偿的情况下 征用原住民保留地 保留地的矿产 沿海水域和湿地等资源 不归原住民所有 根本无法为原住民提供足够的生存资源 许多原住民不得不放弃 作为印第安人的身份和权利 离开家园到城市谋生 在主流社会的排挤和童话中 沦为城市边缘人 有加拿大学者指出 印第安人法 由占主导地位的殖民者制定 是加拿大政府 单方面强加于原住民的不平等条款 加拿大政府应该扪心自问 加方对原住民的压迫和掠夺 何时才能根除 加方何时还原住民一个公道 何时给历史给事件 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排多返 路段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